只有专业的人家饲养员才要投喂 为什么叫拉麦呀 因为漂亮啊 年轻啊 漂亮啊 对不对 他之前是在山顶上面和游泳和菊笑相处做邻居 但是因为萌萌要上去上面休养 就换我们的婷婷下来 因为萌萌呢 有可能会怀孕 所以呢 就让他上山顶上面先休养一段时间 看一下 对啊 看不出他快19岁的比较保养的好吧 天天保养的比较好 大熊猫 他肯定他们肯定会听懂他们的语言 只不过我们听不懂而已 每一个动物品种 每一个他都会有自己的语言 就像狗狗 狗狗和狗狗之间 他们可以用他们的狗语去沟通 对不对 不是泼拉的意思吗 辣妈好像有很多种意思 酒帽是独居动物不会孤单 对啊 他们是独居的 穿妹子 辣妈 辣妈有时候就觉得比较性感 比较漂亮的就是辣妈 他们是天然的 不用化妆品 对吧 反正我们那时候说的 人家漂亮保养的好 就是辣妹子 辣妈 生了孩子的就叫辣妈 不生孩子的辣妹子 辣妈 辣妈没有那么好听 辣妈比较好听一点 玫瑰妃多聪明 玫瑰妃超级聪明的 但是我们的婷婷是 感觉是胆子比较小一点点